腾讯体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收看腾讯体育在2020年7月 整个7月为大家带来的黄金时代重温奥运经典赛事的特别节目 我是十一英 今天在演播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看比赛的是 前中国女排的队员李颖 看到颖姐大家肯定知道 我们要开始给大家来重温女排的比赛 三届的奥运会 三种的用球 三种的赛制 七场的比赛 我觉得是整个中国女排精神最好的体现 其实这个96年是朗导第一次带队参加奥运会 而且当时整个的一个情况可能对朗导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 包括最后的名单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调整 怎么来看当时朗导在逆境当中 这个给中国女排做的一个调整 其实大家也知道朗导在这一次回归中国女排的时候 他是在这之前有一个很好的国外的俱乐部的执教 其实从执教的过程当中已经是非常有经验了 那么回到中国女排之后呢 当时的那只中国女排应该说队员的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全面的 所以朗导回来 我觉得主要的一点还是把这批队员的凝聚力迎到了一起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本身这批队员就具备了很好的这种技术的掌握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打法上 从人员的组合上都很精细 那么在这一次的 在上的96年的这个奥运会的当中 其实应该说前辈姐姐们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 还是能把他们现有的技战术水平都在场上发挥出来了 今天我们先会给大家来看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女排半决赛 和中国来对俄罗斯 然后呢明天会来带大家看这个96年的决赛 和中国对古巴 其实96年很突出的一点是我们当时快速多变的一个战术 算是发挥到极致吗 我觉得算是发挥到极致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96年的这个整个赛制和现在是有 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用球以及美球得分制 不是美球得分制 发球得分制 那么那一批队员呢 他又没有自由人 他需要高个子队员要在后面自己传防守 那么在打法上来说 其实大家来看那批队员的条件 如果跟现在的队员条件比 并不是很突出 但是从当时的那个年代来比 其实他们的条件还是很突出的 你像孙岳啊 赖亚文啊 他们的身高在那个时代的队员当中还算是比较高的 已经要接近一米九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打法上 和他们的整个的这个队伍的整合上来说 他们的气战术的快速多变 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发挥的还是非常出色的 其实这场半决赛我们来这个中国队来对战俄罗斯 一直以来直面实力来看俄罗斯都很强 他的攻守其实即使在这个96年的时候都已经超过一米九了 非常高的身高 但是我们打俄罗斯一直很有心得 这个里面主要是心态上的优势 还是说我们的打法确实就是克俄罗斯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 因为大家关心那个中国女排的球迷们也很清楚 中国女排一直在对俄罗斯的这个打法的这个过程当中 都还是非常有心得的 从老一届到我们这一届都还是非常有把握的 那么从打法上来说 我觉得他们虽然是高 但是他们怕快 那中国女排在亚洲的这些队伍当中 算是快速多变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的身高 所以对她的威胁更大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96年中国女排当时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一个12人的名单 主攻守是李燕潘文利孙岳以及王丽娜 一会儿我们也会来跟孙岳做一个连线 真的是其实孙岳应该算是那一代的排球偶像 对大家全国人民都认识的最著名的排球运动员 然后复工守有赖亚文吴永梅王仪和刘晓宁 然后二传是朱运颖和何琪 接应呢是崔永梅和王子林 当时这个阵容其实我看了一下 像朱运颖包括这个王丽娜当时都只有18岁 朗岛应该说在奥运会的名单上 她还是倾向于我一定要带几个小的去 我觉得朗岛还是她经过了这个在国外的这个执教 国外的环境和我们不一样 所以呢你看她那个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 她现在我们说大国家队 她的队员的这个量很大 那么那个时代她就是有意的也是在培养年轻队员 所以我觉得朗岛在用人上也是非常大胆的 好的我们也一会儿来看一下中文女排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一个晋级之路 整体上应该说打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当然当时世界排团的一个情况和现在也不太一样 小组赛呢是从当时96年的7月20号开始打的 我们是3比0战胜了荷兰 然后也是隔天啊 然后3比2战胜了韩国 3比1战胜美国 3比0战胜乌克兰 3比0战胜日本 四分之一决赛呢是3比0战胜了德国 然后在半决赛遇到了俄罗斯 决赛是1比3赋予了古巴 当时的古巴确实在那个年代应该算是实力超群 对天下无敌了 就是下面的队呢其实都比较接近 但是古巴是也独一档的 其实你看他这个赛程的这个成绩来看 我们打这个欧洲队伍还是非常有心得的 对吧 虽然欧洲队伍他的打法上和身高和身体条件上都很好 但是从这个比分上来看我们还是很有把握 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是和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会师之前 小组赛有一场是0比3输给了巴西 然后3比1其实他当时是战胜了古巴的 四分之一决赛是3比1战胜了荷兰 然后半决赛1比3输给了中国 季军赛2比3输给了巴西 确实俄罗斯可能这个是打法上 他跟这个古巴呢多多少少可以抗衡一下 但是他像遇到中国包括像巴西 其实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整体的风格真的有点一脉相承 对俄罗斯打起来会比较难啊 没错你看巴西那个时候他也是快速多变 那么他的身高的这种这个高度上也不是很突出 那么进攻也是靠这种变化的 所以你看俄罗斯在对阵巴西的时候 整个打法也比较困难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中国女排在96年的奥运会上 两位明星球员崔友梅是拿到了最佳进攻 对88年汉城奥运会的季军 然后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亚军 98年世锦赛的亚军 95年亚锦赛的这个冠军 1米81的身高当时是打接应的位置 崔姐还是比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比较有特点的一名球员 因为大家也知道他是左手球员 他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属于暴力的这种进攻了 一个是有左手的进攻 再有就是你看他有大力发球 他虽然在这次比赛当中没有使用大力跳发 但是他当时的力量速度都非常不错 崔友梅在退役之后呢 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担任这八一女排的主教练 而且确实八一女排对这个96年的这12人名单贡献颇多 我们来看一下孙岳的一个情况 孙岳我们刚刚也提到是那一代球员当中应该说是最著名的一位 四职主公1973年7月出生于江苏南京 米86的身高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的第七名 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亚军 然后00年西尼奥运会的这个第五名 其实我们当时的运动员觉得打三姐 像包括村友梅也是这个8892和96 打三姐大家都觉得很厉害了 我们一会儿呢在第一局的比赛过后 也会来跟孙岳做一个连线 回到24年前来听一听96年的故事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中国对俄罗斯这场奥运会女排半决赛的第一局的比赛 这个是给到的一个名单 那中国女排呢是从 这个12号是空缺啊 然后王丽娜是13号 孙岳呢是穿11号的球衣 当时这支队伍其实整体是非常年轻 年龄最大的也是这个潘文利只有26岁 这个是俄罗斯女排的一个名单 俄罗斯女排呢3号是她的主二船尼克丽娜 她也是后来俄罗斯女排这个主二船潘科娃的母亲 然后4号呢是这个丘丽娜 她其实当时是打街影 然后参加了2004年的奥运会是打自由人 所以非常全面 然后6号高丁娜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主攻手 然后8号是阿塔莫诺娃 这个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著名球员 而且都是奥运会是四届五届这样打起的 然后大家非常熟悉的索克洛娃也是 当时是她这是她的第一届奥运会 穿的是14号的球衣 来看一下首发阵容 说你排这边赖亚文 李燕 崔永梅 王怡 何琪和孙悦 李燕是来自福建的一位主攻手 她也是挺有特色的 她跟孙悦的这个搭档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两个主攻的特点还是不一样 你看当时狼儿岛他们打这个比赛的时候 狼儿岛和张芳方前辈 她是这个主攻的搭档 所以你看她俩的进攻特点也是不一样 张芳方当时也有怪球手支撑 对 俄罗斯女排的一个首发阵容 二号莫洛佐娃是复攻 三号尼克利纳是二船 然后丘利纳是打接应 五号的伊利琴科是打主攻 然后阿塔莫洛娃也是打主攻 然后另外一位复攻是九号的第十申科 这边看到这个十号王子林 大家也非常熟悉 因为在退役之后也是中国的一位国际级的裁判 经常也是在连赛当中来担任主裁判 你看从这个画面上来看 这个身高其实我们中国队的身高还是很平均的 高度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俄罗斯女排高度一向是他们的优势 索科罗娃也很有意思 他这个96年报名当时报的是复攻 一路从复攻后来打过主攻打过接应 比较全面 阿塔莫洛娃包括索科罗娃都是参加了五届的奥运会 一才是来自加拿大的亨利 二才是美国裁判 布鲁 当时还用的是全白色的比赛用球 两种球对于运动员来讲会很难适应 就换球之后 应该说球换了之后它是有变化的 但是适应起来应该还好 因为比赛前它都有一个换球的适应过程 我觉得大家都是同样的 不光你换 其实对方也打了这个球 所以还好 中国队的首发阵容 赖亚文 李艳 崔永梅 王仪 这个是主二传合题 11号主攻手孙悦 孙悦呢是和李艳打对角 然后复工是这个复工线上是赖亚文和王仪 当时的领导 身边是助理教练陈忠和 当时赖亚文是这支球队的队长 亚文杰也是跟狼尔岛同时 90年在队里打过世锦赛 2号的复格莫勒索瓦 3号的二传 尼克利纳 4号的接应 然后5号的主攻手伊丽琴科 8号另外一位主攻阿塔莫诺娃 阿塔莫诺娃应该算是世界名将 9号的另一位复工 第十生科 阿塔莫诺娃其实当时也只有21岁 他们的教练非常著名的 所谓怒吼主帅卡尔波利 到后来像04年我们都觉得说 俄罗斯女排的这些人也都习惯了教练的这种方式 对对对 因为04年呢 俄罗斯女排跟中国女排是在决赛当中相遇的 这场比赛打的也是非常的精彩 俄罗斯女排从李燕发球 也是从主攻手的发球来开轮 主攻一上来就是像孙岳 就是前三轮都在前排 给孙岳 好球 反击的这个有机会平拉开还是速度还是很快的 也就是从孙岳开始 大家一直觉得江苏队是出主攻的地方 对 江苏应该说还是出定点的 他的这个坚硬二船的这种进攻的实力也很强 对 换发球 发球失误 阿塔蒙诺娃 上来就是一个发球失误 这样呢还是换到中国女排来发球 这个96年的赛制 还是要发球得分的 对 发球得分还是很难 这个球孙岳在不拦网的情况下 前排下车防守速度非常快 我终于他非常顽强 李燕当时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你看像王仪的遗传 那个时候王仪啊赖亚文啊 他们作为复工来说都要打满全场 对 很辛苦的 其实那个时候复工的量还是很大的 你看虽然他进攻的次数没有主攻多 但是他的这个拦网的这个跑动范围非常大 他加上打后排啊 要求他的体能还是很严格的 还是给孙岳 3号的这球被看死 顶深刻的发球 这个战术啊应该是反击联系好 其实这个战术这个球上的还是可以的啊 他可以利用往常打打背后 球没有打死 好球啊 打网之后下来的第二次反应 非常快 好防守 对方还是高举高打 但是我们的篮网节奏控制得也很好 李燕就回来 这个多回合 好球 好篮网 漂亮 哎呦对方这个防守 对 这时候没有够 这就是在多板工过程当中 看谁能顶得住了 中国队其实从他们这一代 到后来的这几代队员 也是有时候在跟强队对抗的过程当中 赢在了多板工的这个细节上 就是你排当时最高的就是打复工的王仪 然后赖尔文是1米87 分月1米86 我们队里最高的三个人都在场上 这个排球啊 其实要求身高还是挺重要的 高度 比分依然只有1比0 双方已经两次交换球权了 李燕漂亮 李燕的进攻还是很有特色 看到他的动作呢并不是很规范 但是我们看他个子不高 但是他打的速度和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 发球的是主要传合棋 对方啊主要是高举高达 所以在我们篮网高度复够的情况下 我们防守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再交换发球拳 王仪 那个时候勾手飘球还是很多的 对 王仪啊赖尔文啊吴永梅啊 都是勾手挖球 李燕打手出界 你看这几个球俄罗斯队对篮李燕的节奏 并不是掌握的很好 所以破坏性篮王很多 这球都并过来三人拦网 对 好球 好防守 其实我们的防守跟位跟得也非常及时 好球啊 这球俊梅掉得很聪明 俊梅的脚下的调整步伐也是非常灵活的 所以很多乱球不好的球 他的这个处理能力很强 嗯 蓝球的进 哈塔莫诺娃确实在当时来讲 他的身高击球点优势是明显的 对 然后他在主攻当中也算是比较全面的 嗯 前排回到三点攻 我对回到第一轮 还是给阿塔蒙诺娃 还是高举高打 看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方的这个高度啊 和击球的过往点还是比较高 有点半超手 发球出界了 俄罗斯上来发球失误有点多 也就是这个因为是需要 你有发球权的情况下才能得分 所以 当然这种女排已经3比0了 伊丽琴科 他的点没有阿塔蒙诺娃这么高 错 对俄罗斯队发球失误比较多 所以呢 他拿到发球权之后 我们看他相对来讲 发球比较保守 俄罗斯队发球 好的 我们一定要抓机会 在对方不好球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种机会 就抓得还是很好 王仪的背费没有打死 对方 回过来是 王仪的背费没有打死 王仪的女排 你看那个时候我们的副攻还是很全面的 他前面和后面的战术都会打 你看赖亚文和王仪的整个的战术攻的跑动的脚下非常灵活 他现在有一个连续的发球失误 所以很影响整个队伍的这个发球的这种心情 而且打得很累 因为拿到发球权你就失误 没法上分 好防守 好给李燕 这批队员的 再给李燕 小球的这种 关节很细腻 我刚想说这批队员的一传防守太好了 对你看他就是在我扣完球之后 或者是在我无球的意识下 我都知道我干什么 这种在场上的位置都很清楚 就不像无头昌那种乱创 好防守 好守曲也非常好 给李燕 传中 李燕的这个扣球动作 其实让对方的拦网人还是很难判断 他有一点这种轮臂的动作 所以呢 轮臂呢还不是正规的那种轮臂 所以他的蓝王取位上很难取到位 5比0之后 俄罗斯女排叫暂停 确实 这个俄罗斯女排这边复攻 摸了左娃 根本没有并过来 并上 卡尔博丽 这比赛开始的时候还好 一般打到中段 他会比较这个 情绪比较激动 就是这种执教风格 其实你看他们队员都已经适应了 对 尤其是跟着他打了好多年的 像当时这个阿塔莫洛娃 然后索克洛娃 都非常淡定 但是确实在他的执教的过程当中 俄罗斯队的成绩都还是在世界顶级的 孙岳 往上的网口的一个争夺 换上了复攻 也是他们的队长 奥迹颜柯 你看那个时候 俄罗斯队有后攻和打 他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硬打实力了 就遗传不到位 我们也很明确发前排助攻 他遗传不到位 但是他有后攻的这种主攻突破 李燕好出我 李燕的弹跳也很好 所以排球运动员 他不光要求有身高 他的弹跳跳跃能力还是很重要 有些队员的身高高 但他跳不起来 一样进攻的这种 过往点和高度不够 和齐 和齐也是勾飘 这球被对手拦往 完全对住了 而且阿塔摩诺娃这边 拦往高度还是很高的 这球被拦到 这球也没法保护 这也是拦在后场 这球也没法保护 这球也应该 但那个时候好像 这个不是说球压一点线 就是戒内 但那个时候因为也没有阴影 对 那个球是只要 好拦往李燕 所以啊 看这个球 拦往就并不在 这个球应该是拦出戒了 可惜了 单人几乎拦到了已经 这段俄罗斯女排开始上分了 这个时候对于中国女排的 一攻的压力就比较大了 那个时候球数 对 算犯规了 就算发球失误了 交换发球权 所以那个时候的训练 发球环节 应该是王怡的发球 你这个时候 帮我买了 嗯 嗯 应该是时间到了 因为发球要8秒了 都发出去 王怡的遗传也非常好 对 就是后攻 自己不能乱啊 尽快的把节奏压住 也是五号主攻手伊丽琴科 第一局确实俄罗斯女排的发球失误不少 对 他主要还是连续失误 就是这个人这一轮发球失误 下轮又失误 所以很伤士气 因为是发球失误 你看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球出网的时候就算伟丽的 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也是要求宁出界 不能触网 不能碰网 所以球的整个过往的 发球的过往点还是比较高 没上反这个球 所以对方进攻伟丽 看一下 确实球完全在中国队这一边 就伊丽琴科是过往击球了 好球 对球的下沉速度非常快 又没 而且也是在发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一个击停抖腕的作用 所以球才能下落这么快 他真的是打球非常聪明 对 所以后来也有时候看他联赛指教的时候 我真是急啊 他现在就是在我们所说的妈妈队 二队打球当中 他也是在他那一批队员当中打得也是很好的 是 有技术也有身体 好球 好防守 那个时候李燕和孙悦的防守都非常突出 这个球亚文杰还是很聪明 推到了金二团这边 对手也是武功 看孙悦 好的 漂亮 巧妙 打得还是很聪明 这个时候非常聪明 反手掉一个死角 9比3 还是最后没发球 其实从开局来看 中国女排已经控制了整个的主动权了 好防守给孙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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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出了半呼啊 这有一点点是背错的感觉 背错的感觉 有一个错位 有一个错位 我现在的位置上错了一下 所以你看像亚文杰还有王怡 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前面和后面的战术非常的丰富 什么战术都会打 前后都能打 对 现在的后攻其实战术还是很单一的 这个去年 一姐加了很多背后球 对 对 然后 然后 好姐就是说 哎呀 看着你姐真累 因为你姐确实身上伤病比较多 对 背后球呢 对脚步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他跟队员的这种灵活度也有关系 就是后期的队员 其实我觉得在训练当中 要就是练的你这种脚下的步伐的这种灵活性还是差一些 所以他身高一高之后呢 他脚步调不好 他战术根本就打不出来 环能救回来非常顽强 还是给伊利琴科 俄罗斯女排的两个主攻的球还是比较多 确实能打到后来俄罗斯女排也是这样 这是俄罗斯队的特点 主要还是靠强攻 就是这几支传统强队 这种变化倒是不大 大家的战术思路还是一脉相承的 伊燕 那个时候我们两点弓的时候 其实前排的主攻压力还是很大 因为不像现在有加后攻的战术 那个时候你看队员后攻能力不行 所以呢 他这个两点弓需要二传和两个前排的攻守的这个战术的跑动和进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两点弓王一基本上都是打身后球 二传的身后球尽量把王强给利用起来的 这球拦得漂亮 当时王琳娜 十八岁 李燕的蓝王也不错 他确实高度不行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一个是有弹跳 再我觉得时机 再一个出手晚 太实了 上一个战琴还挺光河的 这个战琴卡尔波利要骂人了 十比三暂停回来 他不会记得对他的战琴 他不会把他支撑 他不会把他寄了 但他们把他支撑 还是狠奇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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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狠奇发球 我会的 咱们 这边是咱们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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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旦一传无道位 在前面三点攻的战术跑动攻当中 他的二三号位的战术就卡死了 跑不了了 漂亮 这就是小球的处理啊 对方还是比较粗 其实这个球 这球是教练是应该生气的 倒手球应该起好的 比较粗的这种高球啊 一般的二球还传不出来呢 跑球被平 你看最为他的这种双飞的战术跑不出来 就是复攻在跑背快 他可以掩护的从复攻的背后来跑这种长飞 这叫双飞 因为他左手嘛 他跑不出来这种战术 所以他就在二号位可以打背平的这种 其实是相当于复攻的球 对相当于复攻的球 但是也是尖二传打的这种 双快的这种战术 走为双飞呢 可能后来就是周苏宏打的比较多 对在翠永梅前面 吴丹 他用的比较多 还是给李燕 再换人把队长奥基颜柯换下 换上首发的复攻 地势深刻 你转上得非常好 这也是算是一个双飞 算是双脚的 但是你看他的整个的跑位 是从复攻的背后出来的 所以还是有掩护性的作用 所以对于主攻把边篮网就 俄罗斯女排这边主攻把边篮网要求就很高了 对 阿坦梦东王 我们当时的防守阵型也是 编根之后呢 六号位的人要摆一摆这个直线的 这个二直线的位置 所以中线是复攻懒死的地方 所以都是空的 因为 好防守 我真贫 真的贫啊 对 真贫 这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真的 刚救球的时候 因为 应该是王怡被这个李燕绊到一下 因为李燕也在救球的过程当中 对 这边 李燕救的第一下 但这个球就能看到就是你倒手球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人在失控的状态下还能把球控给好 这几个球 这几个球 我们通过大跑动之后呢 应该说这个呼吸系统还是有点喘 所以没有整个的 缓回来 混下来 郎导叫暂停 所以郎导也开玩笑了 他说这个当年 呃 阿特曼娃呢 因为他当时确实实力也很强 然后人也长得很美 人也很好 嗯 很谦虚也很低调 那边续的出现问题 所以这段其实一传也有一些波动 所以 给主攻的球比较多 阿特曼娃这个发球轮已经连得了五分 这段时间呢 从战术组织上来说呢 对方已经摸透了整个的二传传奇的节奏和路线 所以你看双篮往的比较多 虽然一传到位 但是 没有怎么缓开对方的拦网 而且 确实我们的一传 对阿特曼娃的这个 发球 大力跳发 嗯 比较吃力 对 他这段时间发球又不失误 对 给旧梅 好球 硬塞下去 这就是崔姐的特点 就是在那个时代的 这个接应二传的位置上 他是属于这种强力的进攻 二传也是 球场的由于太上网了 比米尼铁锭 有没有 超越 没有 昔快 跟他还是很快 再给孙岳 这段孙岳就是也打得很累 因为丑很多 换人把王莉娜换上 好多出界 这个时候需要二船的这种战术的调配还是很关键 11平 打了大半局了 大家回到同一起跑线 对方的涨分的速度还是很快 她在这个阿塔内一轮就涨到有五分 给王莉 关键这一段时间 中国女排的一攻的成功率 一板的成功率不高 再换人 吴又梅替下了王莉 对 现在三个发爱队的在场上 吴又梅 王莉娜和崔又梅 王莉娜当时主要是她的禁锅 对 因为当时她的在这个时代 她的这个后排的技术还是比较粗糙 好防守 好的 还有机会 漂亮 脚下还 反应都很快 对 调整步伐非常好 就是我在 步伐还没有完全调整好的情况下 就能有高度来打这个球 基本是个原地起跳 对 对 这是这一批女排当中非常灵活的一个点 这个就是 发球的就是王莉娜 那个时候的复工的小半高球的能力都还比较强 漂亮 反出 当然也因为时代不同 你像现在的复工 她确实是不需要这么全面 她不接遗传 她不接遗传 现在的复工 拦网的要求就很高 对 她虽然不接遗传 但是你在前面拦网和进攻的步拔 你发明发现现在的复工 其实脚下没有这个时候的复工 脚下那么灵活 所以她就限制了她打一些多遍的这种战术 对 甚至是你脚下不够灵活的情况下 你虽然有高度 但是你的拦网也是跟不上 给李晏 硬打还是吃力一点 因为对方确实在往后的这种拦网的高度 这种定点的能力是很强 拦网已经拦到七个了 这个战术也是 建议跟复工同学跑 我没来发球 好的 哎呀 到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队员的防守还是很拼 嗯 尤其是 在你 呃 第一个动作做完之后的紧接着第二个动作 连贯性很强 还是给阿塔蒙诺娃 有效拦网 这个崔姐那个时候啊 就也会传战术球 非常全面 那个时候的二传是 接一二传是真的需要二传的功底 对对对 他又是左手 所以他在前排其实可以组织战术 也可以打二次 好球 对吧 嗯 很久 主教练卡尔波利一张黄牌 李延的发球 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对方对我们的一攻的篮房的节奏 控制的还是很好 那我们反倒对对方的这种篮房节奏 有点不如开局把握的那么理想 很漂亮的战术球 好一个交叉 三号位就没打死 宋梅当时1米81的身高 那在坚硬二传的位置上 身高也算突出的 好条件 唐琳娜 三人拦网 暴露逊强勾那个时候 俄罗斯基本上都是三人拦网 这个球应该是打出了界了 这样呢俄罗斯女排第一局一个逆转 亚伯姐应该觉得这个球是打到的 俄罗斯女排第一局逆转 15比12拿下了第一局 确实还是挺伤士气的 因为我们前面大比较领先 对领先非常多 但后段尤其是阿塔莫多瓦那个发球轮开始 我们的一船其实也有一些波动 所以呢主攻就打得很累 这个安现在的挑战肯定是尖利 对 因为球大肯定能挂到 那个时候就是看你的这个比例了 那个时候主要还是靠裁判的一个判断 对对 裁判觉得这个球大半出界就是出界了 第一局的比赛其实这个俄罗斯女排主要的赢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还是在网口 就是你看他前半段不好呢 也是他因为他的这个发球权 他的发球失误过多 老给中国队机会 那么但是前半段 我觉得中国女排好在一点 就是他打俄罗斯队很清楚 那么从我的一攻打他到整个的篮防 其实我觉得防守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后期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阿塔莫多瓦那一轮发球稳定下来之后 又有一定的攻击性的时候 中国女排的这个一攻的压力还是很大 那么在你一攻不下球之后 对方又是发球权 所以得分的这个速度很快 达得很痛苦的这个第一局的后半段 所以我们一会儿 我们要先来跟孙岳做一个连线 一会儿再来看这场比赛 二三四局的比赛 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前中国女排的队长孙岳 孙岳姐能听见吗 能听见能听见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今天那个林颖姐也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 你好孙岳姐 我一直在关注 你好林颖 好久不见 能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您的近况吗 最近包括由于疫情的影响在忙什么 忙什么也没什么 因为我们香港这边这两天又 疫情又很反复 所以都在家里面 孩子们从一月份到 六月份都没有上学 然后六月十五号开始上学之后 上了三周又停了 现在就属于半封闭式在家里 因为外面就是社区已经开始有传染 就是疫情还是蛮严重的这两天 退役之后有这个继续参与一些跟排球相关的工作包括项目吗 这几年我知道您肯定非常关心中国女排 是啊因为有看比赛了 一路他们到香港来打那个联赛都有关注 然后最主要就是还是在五年前吧 就去了学校做一名排球教练 因为就是时间比较 比较容易安排嘛 而且时间也不长 就是自己做点事情 然后又可以照顾到家里面的两个孩子 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老本行 然后也是蛮开心的 就是一种尝试吧 这样子 这个奥运 因为今年奥运其实有一个延期 大家还是非常关注的 您参加了三次的奥运会 所以现在如果说聊到奥运会 第一个或者说脑海当中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聊到奥运会就想起 哇好像很久远了已经 92年是我第一届 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还是96年的奥运会 包括2000年 因为2000年为什么深刻呢 是因为自己离开了嘛 当你离开中国女排的时候 那一刻还是蛮深刻的 然后最深刻的我记得就是 我们96年奥运会不是第二名吗 输给古巴之后 自己拿着那个 就是那个 银牌 拿着银牌 就拿着一个毛巾 在刚刚结束的时候 然后就 就在那流眼泪 当时郎导就过来抱着我们 抱着我们就说 不要哭 你们已经很棒了 当时其实到现在还记得 96年其实是 整个对您来说 应该是职业生涯当中 奥运会最好的一次 当时郎导回来带队 然后把球队慢慢地带出第一股 然后包括前一年的这个 世界杯也是拿到第三 当时你也是一个巅峰期 所以当时去奥运会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或者说整个球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因为我自己就是想 其实作为一个球队的一个分子嘛 当时还有亚文姐和小崔姐带着我们 就是说 我觉得自己就是还是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因为不用担心太多球队的事 就是搞好自己就可以了 但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在奥运会上 能够把自己的水平拿出来 然后全队的目标 因为我们当时的对手古巴 就我们一直就是在一些邀请赛 当时的大奖赛 都是还是苏多赢少的 就是觉得我们 因为美国又是东道组 还有俄罗斯还有巴西 就觉得我们就是能够争取 能够进入前次 然后到了前次之后 就是把自己水平拿出来 看最终能拿到什么成绩 对我们来说都是应该是可以的 当时就是参加会的这个 我觉得我们心开摆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摆低自己的位置 96年奥运会 其实半决赛打俄罗斯这场比赛 直面实力来看 俄罗斯还是很强的 但是我们最后其实 也挺艰苦的能够赢下来 然后包括98年的市井赛 也赢了俄罗斯 以及后面我们一系列的比赛 打俄罗斯其实都挺有心得的 所以当时是怎么准备的 包括确实我们对俄罗斯的心得在哪里 我们当时其实打俄罗斯 其实一直就基本上没有输过 其实在信心上还是占优势的 包括一些平时的一些比赛 我觉得我们打俄罗斯的心得 因为俄罗斯是高举高打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怕高 我们也怕快 而俄罗斯防守确实不是很好 只要能够通过他的篮网 基本上就能够拿到球权 因为当时反击得分嘛 或者是拿到球权或者是拿分 所以对于他们来 我们在心理上占绝对优势的 然后当时的阿尔塔莫罗巴 而且他们也就是一个重点人嘛 当时那个八号 重点比较突出 也不是个个都能开花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篮方 压力也不是特别大 也比较好进行渡防这样子 您刚刚也提到当时古巴非常强 所以我们在决赛面对古巴的时候 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包括你是不是觉得 因为当时是这个要发球 才能得分的一个赛制嘛 如果说换成现在这种 美球得分的赛制 我们是不是会更有机会一些 可能机会会大一些 因为首先美球得分 你发球不能失误嘛 因为当时古巴打我们的时候 一定是拼发球的 因为他们也不适应快 但如果拼了发球之后 就我们打不了快之后 对于他们的篮方来说 像我们高举高达 和他们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如果现在他们美球得分 可能发球上可以控制一下 对于我们的快来说 又可以发挥我们的快 可能就相对来说 就是偶然性会大一些 因为当时打古巴 我们知道就是 如果没打比赛之前 大家的实力分析 我们是可能是4 或者4.5 古巴是在我们上面的 所以我们优势就是在 我们的冲击冠军 可能如果对手在心理上处理不好 属于一个宝的状况 可能他们压力会大一些 可能会导致他们的水平 会发挥的没有那么好 而我们就是能正常发挥 甚至超水平发挥 还是有机会的 就是说 就是说你没有到比赛结束那一刻 都很难说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 还是位置是比较好摆的 就是怕自己觉得 哎呀 拿了进了怪 已经觉得已经第二了 就已经觉得满足了 当时就是说 球队包括我们自己都跟自己说 机会真的很难得 就是说奥运会 我第二次了 可能有的人只有一次 所以我们当时跟自己说 一定要努力去拼去抢 抢到最后一分 但是最后的结果 我觉得是怎样的 只要我们自己不后悔 不要遗憾就可以 赛事前是这样想的 刚刚也提到说 这个要拼到最后一刻 但是最后一刻 球落地的时候 或者说最后一刻你觉得说 这个奥运会结束的时候 当时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因为刚刚也提到 已经是这个当时捂着毛巾哭了 当时一下子就哭了 就因为我们其实 我具体我已经 时间比较久 我记得我们有 1比1打平之后 第三局我们 好像是14分领先 14比12还是 我就是记得不是很清楚 就是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当我们2比1 能够拿下那一局 当我们2比1领先的时候 我们当时觉得古巴队 他肯定会有动摇的 他的性情 因为他们落后了 他们要去保这个冠军 而我们又冲出来 那个士气在那 可能就很难说 我觉得那个机会挺可惜的 就因为还有机会没有拿到 就觉得特别可惜 然后当时下来就哭了 因为可能当时没有想到 我们都觉得 哎呀有机会没有拿到 好可惜好可惜 然后就哭了 就觉得可以做得再好一些这样子 我们其实因为古巴当时是世界最强队 我们其实针对古巴 一定也有很多的这些研究 或者针对性的这个部署 当时如果我们哪一点说做得特别好 或者说我们 所有的对古巴的这些比赛当中 我们要做到哪一些 我们就能够去赢古巴呢 我们主要就是还是在自己的 依次攻一定要打得稳定 然后防守上要加油 因为当时对方三点过 大家都知道 轮轮都是三点 他们两个二船是 四二配备 四二配备 所以说在他们攻击力上 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们必须就是攻发球 让他们尽量不要打快 他们的快是高快 就是那个两个中间的那个小短平 就是很难 然后还有二号位的那个小平拉 然后我们是挺难的 如果是发球做不好 就基本上就是比较难 让我们自己从做好发球的基础上 还是要接好一拳 就是打好自己的快便 然后就是因为对方你知道 南美洲啊北美洲人 就是就比较容易着急啊 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在公开 他们的那种心理防线之后 让他们自己着急 自己失误 我们能够在争取 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 就是只用在这两方面做好 但是当时的那种情况 就觉得我们自己还是有机会 还是就是说 我觉得还是在心理上没过关 就从来没有拿过 就到那个拿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比较着急 反而就是在第三局 14分领先的时候 出现局点的时候 我们当时有反击机会 自己比较着急 就是把机会给丢失了 我们想赢得这场心理战 但是在当时的决赛 可能还欠缺了这么一点点啊 然后我们来聊 是的 我们来聊当时这个 其实整个排球 从96年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包括赛制上 从这个发球得分变成美球得分 然后也换了球 其实你都经历过当时的这种 球的改变 赛制的改变 所以你觉得说 对于运动员来说 是要求更高了吗 我觉得 不是要求更高 是我觉得有不同时期 跟他的赛制有不同的要求 像我们那个时候 就确实做主攻手来说 比较辛苦 你知道反击得分 反击得分一定 不可能是那种遗传的到位率 可能60% 可是你的防守反击的到位率 可能10% 推攻 所以我们的防反压力比较大 尤其是主攻 就是平时训练比较辛苦 就是体力上的要求 压力啊 就是靠你拿分了 那么多人看人打鼓 俄罗斯看三人来往很多 你要突破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对体力的要求来说 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作为现在来说 我觉得就是 相对来说也知道比分 能进行到哪里 而且对于那种 发球啊 快攻啊 都是 大家都是同样的要求 就是一起 快变为主 快攻可以拿分 只要是落地就拿分 我觉得对于这个比赛来说 对运动员的那个体力的要求 相对有少一些 但是对于战术来说 对于那个 就是说 接一传 就是一攻的要求也蛮高的 就是说 你必须 你要拉开比分 当然还是靠反击 反击反击 但是如果你要 想比赛能够激烈 就不输给对手 那个一次攻的压力 也是蛮大的 所以遗传的压力 反而就更大一些 这样子 有跟这个 现在的中国女排队员 做一些什么样的交流吗 就是因为大家其实一直说 女排精神 女排精神 但是可能在运动员看来 就是一代一代人 这样下了 有去传承这种女排精神吗 有啊 我觉得女排来说 其实我觉得女排不是 一定要赢得冠军 一定要胜这场球 你也知道我们 九中年的时候 也是可能知道 最终你努力了 你发挥了所有的 激战水平 也不一定赢 我就是说觉得 就是说 在知道不一定 可以赢的情况下 可能结果是输的情况下 还是解尽全力 不放弃去努力拼搏 那种精神 我觉得才是 那种女排的精神 就是不放弃 那种认劲 那种干劲 就是那种女排的精神 包括其实 就算是你们大家看到的 就是女排最后拿奖 拿冠军 站在领奖台上 那么辉煌 其实女排的拼搏精神 是每天做起的 她们每天的高强度 长时间的训练 都是一种坚持 一种拼搏的精神 带伤带病 我觉得这种 才是一种精神吧 就是这样子 一直传承下来 包括 离开了球队之后 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啊 工作中啊 我觉得这种不放弃 这种认劲 其实对我帮助 也是挺大的 就是我的人比较乐观 就是再大的风浪 始终会过去的 就是做好自己 96年这个措施金牌之后 其实04年和16年 中国女排都拿到了 奥运会的金牌啊 您一定看了这两场比赛 当时看到队伍拿金牌的时候 是什么样一种心情 当时特别 就是我这04年的时候 是凌晨看的 就特别开心 因为很不容易啊 就是在落后 就最后几分 我觉得 因为那波女排 我觉得他们条件 身高条件也不是很好 就是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很感动也很欣慰 然后16年的时候 朗脑带队也是这样 就是每次都是大比分落后 局速落后 就充分体现了那种 那种女排的那种拼搏的精神 就让我很感动 自己就觉得 哎呀 我真的为他们高兴 真的很开心 就是说那种 女排的金牌一路传承下去 也觉得也为他们感到骄傲嘛 这样子 自己也觉得很欣慰 是很欣慰很欣慰 这个大家都知道 您退役之后 生活还是很好啊 然后女儿们也 这个非常可爱 他们知道您当年的排球经历吗 他们知道一点 很模糊 因为比较小 然后有的时候 因为现在香港 还会遇到一些球迷啊 就说妈妈 跟我拍个照啊 或者有的时候 拿个什么过来签名 他们说 妈妈你是明星吗 妈妈不是明星 我说妈妈 不过是一个 以前在中国女排 是个中国女排的球员 大家很喜欢中国女排 所以知道妈妈 也很喜欢妈妈 我就是这样跟他们解释的 他们也很明白 会给他们看你的比赛录像吗 就有 因为像我们那个年代 因为比较久游的时候 YouTube上有些片 就给他们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 我那个老大 我大女儿也开始打球了 然后就是还小朋友 爱无聊苦 我就有的时候 就一苦思甜 就跟他说呀 妈妈那个时候 你看打球啊 好辉煌 我说妈妈 那个时候很辛苦的 就跟他说 也就是鼓励他这样子 小孩子 大家都说你是那一代 中国女排最好的主攻手了 然后如果说换一个位置的话 你会选择说排球场上 还有哪个位置 你觉得很有兴趣 或者说也觉得自己 可以打得很好 我觉得可能自由人吧 就我现在想想 我那个时候的高度 到现在来说 我可以打自由人吗 因为我其实本身 打二船也不合适 可能自由人吧 如果现在再打 我估计我的全面 可以打自由人吧 尹姐当时也是这样 选的自由人吧 对 因为那个时候的 那个姐姐们的 那个整个的技术掌握 都非常地细腻 确实是 好 非常谢谢四位姐 谢谢 我们今天看了你们 一会还得接着看 你们对中国 对俄罗斯的这场比赛 明天会来看 最后的决赛 就是中国对古巴的 那场比赛 谢谢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我觉得孙月姐真的 非常的 很能聊 而且真的对当年的事情 看得很开 对对对 还是一个非常乐观的 一个球员 因为其实对 很多的运动员 尤其是球类项目 大家经常会说 其实走到最后 就拿亚军的那支队 是最难过的 可能我半决赛输掉了 我也就算了 但是在决赛输掉 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一个情况 但是回到中国 对俄罗斯这场半决赛 我们能看到 当时在第一局 经历非常波折 我们一度大比分领先 但是被俄罗斯女排追上 最后俄罗斯女排 拿到的情况下 我们中国女排 在二三四局的 一个调整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半决赛 中国女排 对俄罗斯女排 第二三四局的比赛 但其实从刚刚 孙月姐聊的情况 我们也知道说 就是中国女排 觉得打俄罗斯的比赛 只要我做好 自己的事情 哪怕第一局输掉 但是只要后面 我们能把这些东西坚持好 问题不会太大 对 因为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讲 还是很有底 你看刚才孙月姐 说到了一点 就非常有针对性 就是她的主要的球员 就是阿塔摩托娃 所以他们尽量的 去把这个主要点抓好 当时阿塔摩托娃 阿塔摩托娃是出生于 1975年的7月17日 所以当时也就是 刚刚过21岁 最后是从96到2012 一共参加了五届的奥运会 第二局很有意思 从阿塔摩托娃的发球轮开始 因为第一局确实 她的发球轮是赚分的 对 这也是教练也是在临场 随机应变 虽然那一轮在她那一轮的 这个她不在前排 但是从她的发球轮一直涨分 好球上来孙月第一球打手出界 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孙月姐这一批队员的 这个平拉开的 这个整个的战术 打得也很出色 好防守 再给孙月 就是反击刚才孙月姐讲到的 反击的球基本上都靠主攻来打 第一局后半段把孙月姐换下 上来第二局上来状态很好 这也是我觉得自由人很难打的原因 没有人可以替你 今天状态好不好都得自己挑 他们那个时期的队员就是还有要接遗传 所以呢没有缓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我遗传不好的时候 其实我也会影响到前排的其他技术 对 对 她真的从前面打到后面 好的 所以这几个球下手还是很果断啊 巧得还是很好 其实当时她都相当于这个大主攻 但是速度还是很快 对对对 她站点的是两点弓的主攻的位置 看这个脚步 这第二局是用了吴永梅守发的 不过 王仪确实第一局这个有几次机会都没能抓住 起个很好的球没能踏死 其实那个时候王仪的篮网还是比较突出的 所以用王仪主要 我觉得还是在篮网上要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看第一局 她在篮网端并没有发挥的特别出色 主攻冲进打一个三号位 再给孙岩 好的 他得弓弓强突 转移的还是很快 刚思月姐说这个主攻训练力很累 我觉得打比赛也挺累的 对 球量非常大 非常大 然后再加上你看她的这个前排不拦网之后 下撤防守的控制范围也是非常大 所以需要你的体能啊 必须在充足 对 如果体能跟不上 你的技术动作就做不到位 他托克丽娜也是她的进攻也很强 打球 这球急了 李燕猫住了 合棋的发球 打球出界 这一轮呢 因为阿塔莫诺娃已经赚到前排了 对方那个时候已经就打后攻了 虽然他的后攻的高度和速度并不是很快 但是在那个时代当中已经算是非常突出了 而且他两个主攻都能打后攻 对 可以 可惜 球速度还是很快的 他这个算是快快球了 我们可以看到就几乎是人在等球 人在空中之后 二传把球位到手来打 打球出界 我说是姚梅 姚梅的发球 他是长飘 飘 王子也是很好 净利 对 三米线砸下来的 因为前排的主攻在你布兰网下撤之后 非常容易打脸上的 因为这个球被对方盯到 地势深刻呢 第一局被换上去之后 换回来 状态不错出来了 所以这个球轻打 俄罗斯队也是很少有打掉结合 所以这球也算是他没打着 好 龙丁打这么一个球 中国队的准备上有准备 有准备 对 李燕的发球 好的 感激机会 好篮网 好篮网 厉害啊 在他们这一批人当中的这个 雅文姐的篮网还是很突出的 中文字拍把比分追平 好篮网 好篮网 延续两分篮网得分 很长势 5米4我都是你排在这边 挺暂停 对 你现在很长的 你不看到 你还没有看 你很长的 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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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备 你准备 就能够支持 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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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 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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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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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跟二传尼克利娜在说 暂停回来 这一轮呢是中国女排的一个强轮 李燕的发球 然后前排是三点攻 好 这这轮后排防守的能力也比较强 虽然我们听不懂俄语 感觉上是让二传要把球给力力高 因为前面阿塔姆诺娃被拦掉的这个球 确实有一点低了 想拐直线 打的也很准 抢速度拐直线 变化非常丰富 就回来 这球节奏没有配好 但是甩出一个空网 好的 这准备飞球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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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还是这种空间感还是很重要的 不太好控制 所以也能看到 像何琪是站在底线发的 然后李燕是半 这个底线和底板的中间 当然像 那尔文包括这个 不用梅 我们都基本上已经退到这个防板 对 还是高级高达 好球 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也是俄罗斯队的硬实力 再把地势深科换下 换上队长奥基颜科 好球 我没上来之后的整个的战术令 往常后面跑的速度还是很快 再给四号位 六号高丁娜 也是非常出著名的一位排球运动员 李燕 三十大奥 聪明了 就是打手出界 她这个进攻点拉的还是很高的 当时 其实俄罗斯女白也是新老结合 像她的这个二船 尼克丽娜 已经是参加的 这是第三届的奥运会了 对 其实对于一支集体项目的队伍来说 她是需要有老队员老中青 三代人她最要来带 有老队员带一下很重要 因为毕竟你经历过之后 你知道怎么回事 是你的心理的这个作用还是很重要 还是给李燕 好球 真聪明 打俄罗斯队打掉结合 如果运用好的话 还是 效果还是很好的 重心太高了 对 你看这个主攻手伊利琴科尔 就动不了 脚是定在那 打到他们手上 他们能防一下 但是他们再动能力差 所以你看刚才像孙夜姐说到的 就是通过他们的蓝王手之后 他们的防守能力弱 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点 所以对于他们进攻人来讲 首先要想到 怎么要通过他们的蓝王手 就是成功了一半 李燕 漂亮 打到他们手上还可以 这个球给后攻 你看李燕不高 但是蓝王的这个 真好 还不错 你看他是猫住了 出手很晚 他并不是说我老早跳起来 手摆在那让你打 发球失误 暴露去强弓 打出了实力 心思真15分 还是很难越来 超过他 丽琴科也是一个暴力助攻 反而也是在俄罗斯女排 他这几个球虽然打成功了 但是其实他跟二传的配合 节奏上有点问题 你看他上步之后停了一下再紧攻 但是相反 他对于我们的篮网人来说 也是错了一个节奏 所以你看 总是他这个球打下来之后 我们像半空投那种的 篮网也对不上 对 这也是打得很快 是想给接应一个三号位的快球 奈亚文的发球 这位女排8比40先 还是配不上 配不上之后就二传还是有问题 那换人 对换主攻 高丽娜上 这一代的编攻手真的是厉害 他自身的这种身高条件还是非常优越的 你看他们的这种体型的比例也很好 很适合打排球 你觉得配不上是二传的问题 教练觉得是攻手的问题 因为确实 尼克利娜是个老二传了 是这样的 就是在你配不上的时候 我觉得二传也有问题 攻手也有问题 但是他们打的球相对来讲还属于比较高的 所以呢 在你二传如果一旦节奏没有传好 球没有调好的情况下 你攻手的上步是可以调整的 有调整时间 去除单手调的 但是 开靠了 场面叫暂停 10比4 6分的优势 開動 开動 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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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因为当时也不像现在 你可以把这个 有这些摄像 包括麦可以跟到教练这边 听暂停说什么 对 10比4回来 还是中国队发球孙玉 暂停之后 球发的性能还是非常好 可惜 打了节奏上质量还是很不错 非常快 所以李二的这两个隐蔽性调球 效果都很好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俄罗斯队的边跟 跟的还是很紧的 所以要看你调球的时机和调球的位置 对球的弱点 再给李晏 对方我觉得从心理上打的有点着急的 高丁娜 失误太多 高丁娜也很年轻 他当时只有19岁 因为96的身高 他是比阿塔莫的娃还要小两岁 这个时代的主攻啊 前排下撤防守能力是真强 对 好球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高度也是不错 他跳起来之后的腾空的时间和腾空的高度都很高的 郭梅当时也是1米86的身高 郭梅当时也是1米86的身高 能怎么办呢 只能再叫暂停 对他主要这段时间他连续出现自私的比较多 对我们开始挡 seis 为什么 Dream 董mentation 不知道让布困长 瓶语尽 我们比练 pseudo 我们出来的每一天 你先瓶 昨天打算 帅哥 等我 大家 开始 这 走 暂停回来 中队直接得分有9分 就是我们拿完发球轮的得分 就显示出了这种暴露性强弓的实力 这两位主攻 这个在俄罗斯的主攻线打了这个 从96年打到08年打到12年 我们还是以快变为主 又是打手出键 李晏这几轮得分效率很高 他在前排的时候 我们两个主攻打得也很活 这个长短结合的战术跑得也非常积极 跑得有效 好防守 孙悦 再给孙悦 给高丁娜打后攻 再换人换二船了 把12号外船 普拉切娃换上 换下了老二船尼克丽娜 这次打了一个背错 这是他们的副攻 第一声科 这段俄罗斯女排一船不错 所以副攻有球打 前面副攻基本上没看到打 这次打了一个大球 这球也被拦到 高丁娜 高丁娜身高还是很粗的 这球也被拦到 高丁娜身高还是粗的 现在又是一个两点弓 好粗 还是得掉 打条结合 我们两个主攻 掉这种篮网身后的节奏 和自我掩护性 做得很好 刚才孙悦 这个是面向斜线 中斜线 在掉的那一刹那间 拐的这个直线 13比5 杨文杰的发球 后攻的线比较散 这个 替博尔传格拉切王 他一共大概也就传了三个球 下来也是一顿臭骂 再给孙悦好球 好防守 中国队的机会 好球 14比5 孙悦的发球 那时候吴永梅的半高的能力 也很强 防守 非常好 蓝道 这球对方的战术 打的也暴露的 也非常明显 这要中国女排 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把大别分给扳平 15比5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叉 按照现在这属于一个大卡罗 一敌 这局打的比较顺 第一局其实前半段也很顺 但是第一局在中后段的时候 对方相对稳定了之后 打出一个小高潮 这局呢 是我们一直压着他打 没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这是我们的 替补席 所以王仪王子林 看一下两局这个对比 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员也挺痛苦的 你说像高吉娜这种 18岁 19岁都还不到的运动员 没有啥准备 没有啥准备就给扔到 扔到场上去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需要你去适应教练 教练也慢慢的去适应 教练也要知道 这个她的队员各个的性格 还有一点的就是准备 你这样 李约的中国女排 就是每一个人都得准备 每一个人都得上场 俄罗斯当时俄罗斯女排 当时的主力阵容 还是比较固定的 所以这部小队员都觉得说 自己不会上场 好 我们来看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女排的半决赛 中国女排对阵 俄罗斯女排第三局的比赛 但是搞不好出界了 危机 打 男老费 拳道 但是老 Bobby出界了 球 有一点贝加三的意思 对 贝加三 对方 这个我们俯工跑贝飞 他再打了一个二船头上 这种战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其实现在的国际排坛的整个的战术 还是打得比较简单 它立体功相对比较多一些 因为人的这种能力增强了之后 它立体功一增加之 一多了之后 我们看它的前排的这种 穿插的复杂的战术跑动就少 这个二号尾和三号尾都可以加后攻 被完全招死 它这个战术 主攻跑到三号尾 对对对 它这是一个两点攻 对它是这个伊利勤科的两点攻 黄杰 已经打得非常快 因为我们上来之后呢 它这个在复攻线上这一点的速度给拉上了 它拉快了之后呢 对方就是篮往这一端就牵扯住了 它不敢放它 2比0 还是赖尔文的发球 打出了键 俄罗斯局盘的这个一局 被打懵了 还能缓得过来 每一局的开局都被打懵 有点缓不过来 我觉得中国队好在一点 就是在第一局大部分领先情况下 被对方扳回来之后没受影响 还是打我自己的第二局以上的 打得很清楚 二三局都打得非常清楚 对自己不乱 这个战术也是 给二传一个大声后球 给金银来打 打球出界 换人 用7号门科娃 另外一位主攻 来替一下伊丽琴科 可能感觉这个高地纳上来 效果也不好 对 高地纳当时确实太年轻 这段时间其实他接应 巴托克蒂娜的球是很多的 保护跟得还很及时 比验的掉球 第二局开始 效果非常好 开始 阿塔曼诺娃这个球板太高了 直线挂到边 这个球也是拐的是很好的 我们的拦目已经从二直线拦起 阿塔莫诺娃拦到贝菲 阿塔莫诺娃摄影能力还是很强 他在前几个拦不住之后 看这个球的时机和这个 跟对了 对 节奏啊 曲位都很准确 诶 这个球直接就出了界 看他梦诺娃的发球 嗯 这个球不能打了 他跟我们调得很好 你看他调的落点啊 是很清楚的 他知道对方的这个根调 就跟在篮往身后 所以稍微调长一点 调到芯里 这个就是一个结合步的地方 所以就很难防 打球还是非常聪明 这球对方陷入打得也很深啊 我们看河琪都已经取在三线的位置上 非常难防 天悦 打出了劲 哦 我不能打出了 TOO 想法还是很好喔 想掉一个2号位的小奖 我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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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判冒 还有两边都是乱战 漂亮 再就起来 打手出界 你看这个连续多板工 我们首先要表扬我们的队员的这种意识 在茶盘没有吹哨的情况下 一直是在准备在这种 临战的过程当中 所以你看最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再加上他这几个来回多板工 他小球的处理上是非常细腻 再给阿塔姆诺娃 这球可以拦了 场面再叫暂停 第三只开局 又是中国女排好开局 无比领先 哈塔蒙诺娃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92年 拿到了奥运会的银牌 然后96年是第四 00年是银牌 04年是银牌 08年是第五 然后还参加了12年的奥运会 第二天 还有比赛 接着回来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开局中文女排5比1领先 再给二号位 凭克娃上来 效果还不错 我说我双快 短平的掩护起平拉开的这种双快的结合的战术还是很不错的 比阿塔莫多瓦 防守还是很好 局位正好 第1达达出阵 第2局开始确实他的进攻效率很高 对 再给黎晏 打开了 暴露线强功打起来也很果断 说锹链已经怀疑人生了 换人也换了 暂停也叫了 现在俄罗斯队最关键的是 一攻打不下去之后呢 他的篮网 他的优势的点发挥不出作用 再加上一着急之后 他自私又偏多 所以就非常被动 打开了 波突 好球 我觉得雅魏梅的这个 外攻的配合的时机是非常好 嗯 整体配合你看 虽然是反击球 但是我们看节奏是非常稳和 再叫暂停 俄罗斯的三号外传尼克利纳 我们之前说到她是潘科娃的母亲 这场遗憾在这个15年的11月份就过世了 暂停回来和其发球8比1 这个点拉得很高 这种球主要也是要靠防了 这个球总算是打出一个战术 这段时间和其作为二船整个的战术调配也非常的清楚 看我们的技工点拉得也比较分散 这个球没有掉到 他们还是自私多 打一个好了之后 正是往上走的这种气势一下就被自己给打乱 好的 掉球 9比2 换上来的二船这个格拉切瓦又是发球15 9枚 这一顿换完二船之后 俄罗斯当然也是因为有遗传的保证 所以快攻稍微打得多了一些 换人把9号复攻地势深科换下 换上他们的队长 另外一位复攻奥基颜科 再给孙悦 现在来看那个时候的发球的攻击力 并不是那么的强势 而且能看到这个球 赖尔文准备的非常充分 然后这球打到 四举牌除了这个阿塔摩托娃和接应 巴托克蒂娜 人都换了一圈了 这个球想掉 如果我没上台之后 他篮网抓机会球 抓得还是很准 就成功率还是很高 有些球我篮不到没有关系 但是一旦出现篮网的机会 他基本上都抓到了 这球可惜了发球15 好防守啊 保护啊 感觉非常好 打出键 这个牌失误也确实是多 他怎么弄啊 他呢其实要比高丁娜成熟一些 毕竟也打过92年的奥运会 但是当时确实还是很年轻 带给李燕漂亮 李千万自己打啊 准备的还是很充分 李燕这个第三局真的是 比教练卡尔玻璃 他也没有办法 他把能换的人都换过 再给阿坦蒙多娃 整个罗斯队现在的主要状态 就是他自己打的比较乱 对 二船 攻船之间的配合 成功率并不是很高 所以呢他自己转的情况下 你看他的篮网也发挥不出作用 他的整个的精力都在攻船上 都在进攻上 给李燕 相反我们的一攻 整个的精力组织都很轻 所以我们还是控制着整个的主动权 李燕来发球 这球又没有配上 再给主攻 门口王也没有打死 这球二船已经 动作完全变形了 这场面只能再叫暂停 而且确实你像对比李燕第三局的表现 阿坦蒙多娃这场比赛表现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对 排球运动员他主要还是一个全面 尤其在这个时代的时候 你不光是这种进攻 对吧 你进攻的成功率 你其他的一些环节都很重要 对 对于李燕来讲他比较实用 成功率高 失误少 阿坦蒙多娃虽然他在他们队是进攻核心 但是他失误并不是 失误这个环节控制并不是很厉害 你还在这边吃的 你帮不老公 我们就进攻 好 这问题一直延续到后来 包括他像15年世界杯 16年奥运会 一度都是两个人接一船 主攻这条线确实 一个主攻一个接应可能很强 但是确实不够全面 下一个呢 我觉得他打的还是比较单一 他主要靠一个点两个点 其实你看中国队 他不管是在领先还是落后的时候 他还是在 一旦他在落后的时候的情况下 甚至是打了这一段时间比较低迷的时候 他也是想尽办法 把全队的几个点的弓调动起来来打 咱们还是打一个整体 而且你打整体的对手也不好摸 对对 每一个人他怎么拦怎么防啊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我们的整个的技术的串联 都是相结合的 好球 基本上给他们打懵了 这个一旦我们的钓运又上之后 一打掉结合 他们的拦防会更混乱 其实你看这一段时间俄罗斯对他 偶尔也打出一些轻的球 没打着的也好 没配好的也好 对我们的效果也很好 那我们也都是准备他的重的 他一旦掉球或者没打着 他这个反反观他的效果还是很不错 对 球一旦有点冲网了 给孙玉 这绝对是暴露性效果 对 而且这球给的也偏低 所以没法拉了已经 点拉不高了 好的 好球 转移的速度还是很快 可惜的这个 这段时间的整个的头脑是非常的清楚 战术球分配非常合理 也给一个快球 这拉三打的效果也是很好啊 面向这个快球的这个方向拐的拉三 给孙玉 好球 然后三二篮网露出一条小斜线 平宫得分12分 起碎 太快了 提一下 他的调球动作也是做得很大 这个球可惜了 这个还是没有配合好 位置没有站好 而且这段打的还是整体还是很顺 这球失误了 但整体我们这段两个复攻的进攻效率都很高 这个就是硬杂了 打的又是机会 很出界 都是跟道 许兰瓦十三分 十三次成功狼王 最后小B苏伊手腕甩的这一下还是很快的 他们的攻守确实有这个特色 就是小B甩的这一下 因为包括现在他们的坚毅钢刹洛娃也是 小B甩的那一下速度非常快 十一比七 这个又防备了 小B甩也不战是无极的 还是给孙悦好球 好的 又是有效撑起了 高级的 打球有点着急 所以勒得有点狠 打分的很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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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防守 防的是真不错 够攻 打出这 这卡的串联确实是非常好的 你看我们四师非常少 对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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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大开往 大开往 门科王这球 还是赖雅文发球12比7 连续的两个这个线 连续的两个这个线 再给4号位 这几个球和其拉的也不够到标注高 所以孙悦也打不了直线 棋线球被拦的比较多 攻守也没有办法做改变了 好球 硬塞下去 现在发球 好防守 给李晏 李晏这一局真的是怎么打怎么有 他打得要结合的节奏运用的还是很合理 这个球调球呢是你把就是没有准备 好防守 好球 打得很快 和其其实在给吴永梅的战术攻的时候给的还是很坚决的 所以你看他的球速度和力量推的还是很好 好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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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局 15比5 15比8 23局 确实打的是非常好 这两局 这两局主要是我们在压着对方打的同时对方没有反击的机会 他比较混乱 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技战术的这种改变上都没有很好的办法 按理说其实老二船应该是整个组织会比较顺的 嗯 但是俄罗斯也把这边 不过他现在也是 跟二船 无论是老二船小二船打的都是挺乱的 他们的特点不在于二船身上 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在于想利用他们的高度 然后在攻击力上 你比如从发扣篮这三个主动得分 手段啊 来给对方施压 两队的一个对比 确实防守这一块 起球这一块 我们起了96次 对手只有68次 然后发球失误 对排确实这样才发球失误也不少 你看我们的发球直接得分的不多 对吧 但是我们发球失误率少 对 整个技术统计还是能看得到优势的 整个技术统计还是能看得到优势的 特尔伯利呢一直是这个风鬼 也一直带着俄罗斯队 而且要回头看才是他带的时间段 对俄罗斯成绩比较稳定 对方说是看在Block 很快严重 对方说是回头 划算不上 对方说是再变得一张 你看 我一看他不管指教哪一批队员 我觉得俄罗斯队员都比较适应 他这种指教风格 好我们接着回来看1996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女排半决赛 中国对俄罗斯的第四局比赛 莫洛佐瓦来发球 上来 这个球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被快抢的还是很快 咱们从刚才那个角度看 像是双人难忘 但是他双篮网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变好 对 来不及变好 好球好篮网 所以 就没发球 打到了之后 他这球的力量速度还是很快的 V线还是很大 没有过往 没有过往 好发球 好发球 这球门口二也是发力的 我打到以后冬 对 我会打到最后冬 这球拐得有点大 开网球打小斜线有一定难度 发球十五 孙岳的发球 再搅晃发球拳 已经失配了 第四局的开局 中国女盘稍稍有一点乱 这个配上 扎手 看完上来之后 我要比高丁纳的情况好一些 对 高丁纳那个时期我觉得还是年轻的 太小了 是 这个大家发球都拼得比较凶啊 失误也多 好 发球 这个发球几乎是压在线上 压在边线上 五有梅被换上来之后 整个的效果是非常好 这球完全是砸下去的 这球完全是砸下去的 5,3,3,4,3,5 5,5,1,4 2,3,4,4,5,2,3,6,3,5,1,3 又对 危陋 所以你看她反击好多 她在能够组织战主攻的时候 给亚文姐的出场 这个人蓝得漂亮 盖帽是蓝网 对 她这个和气其实在反击当中 这个复攻用的还是很多的 发球15分 我们第四局上来 发球数也不少 莫罗佐娃 一枪到位 这个球有点太往上送了 其实我看到现在来看 和其他在上网一传 这种处理上的能力并不是很强 高度啊 整个的强点 所以球还是尽量的开网一传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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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哪里 再停回来 还是俄罗斯女排领先一分5比4 莫罗佐娃来发球 再给 还是以快为主意 好难忘 抓机会 这一场球的这两个复攻的反击的短评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还是给四号位 门科娃上来确实效果不错 把塔蒙诺王都发球 这球呢也稍稍给低了 孙苑 贼旭的进攻受阻了 所以这段时间要看看中队怎么能够应变 再交再停 王导的临场应变确实非常强 王导的举 5比8 这8比5俄罗斯女排 看他们的瓦子发球 好球 打的还是很坚决 被篮之后再接着给 要把他的发球轮赶紧扣过去 赖尔文发球 我们的机会 这方也比较混乱 旁边一片混乱 这球打出了键 6比5还是戴亚文的发球 还是被错了 没有打过了 二传确实跟几个弓手的配合 对 不是很好 他不像我们就是 配合的这种节奏很吻合 对 他其实弓手我觉得也是一直在找二传的这种传球的点 三位 二直线打死 好球 有 到 是跑这个账战 真是跑一定的 这 1000 比8 好 好 发球 发球直接得分 这个应该是前驱下沉 速度很快 这种球发成了之后接一传的人非常难接的 因为他需要他的第二次应变能力非常快才可以 而且其实这种规则就是发球得分 发球好还是很关键的 你这打三个回合可能双方都在交换发球圈 但是你发球得分就直接上分了 再用奥紧颜科换下9号第十深科 8比8平 李燕 进攻点还是很高 这球变相了 还是要先动脚 再给李燕 好 哎呀 可惜了 想法还是很好的 这球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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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面再就再进暂停 大比分中女排2比领先 小分呢俄罗斯女排10比8领先 对不起 这球是非常好的 三瓶回来 厂上这个基本是俄罗斯铁牌效率比较高的一个阵容了 虽然门科娃的进攻可能不像这个伊丽琴科这么凶狠 但是效率还是不错的 自己保护 李燕 出个技 这也是俄罗斯对主要的一个漏洞 起伏点 他的这个自私的控制 尤其是在机会球的状态下 把握不好 而且是他的头后得分手出现问题 这个就很麻烦 这个是阿塔蒙诺娃的绝对实力 这段时间阿塔蒙诺娃的状态也还不错 你看其实打到第四局了 大家体能上都有消耗的状态下 他的进攻高度还能控制这么好 又是十五 球权还给中共女排 哇 好难吗 这个球 崔姐卡位还是很好 好红手 好红手 对 也可以 这个球非常冲网 反正是要赶着步子上来的 还是李燕发球 中国女排把比分追到十比十平 又打出界 这样中国女排完成反超 卡尔伯利没有办法再叫暂停 他经常做这个动作 04年雅两云会决赛的时候也是 一场比分追到十多 脑子还是不清楚 嗯 嗯 我如斯给胜 amer 虽然高举高达 但其实还是需要一个好二传的 对 因为排球这个项目 他的灵魂大脑他就是二传对吧 他第二次的整个的战术的组织功 都是通过二传手来出来的 所以其实二传对于每个队伍来讲都非常重要 这就是高了 充分地把球挂在网口上利用高度来打 这个球 这个球 太过受了 强行的给这个段评 因为一传不是很好 所以奈雅雯没有看这个球 因为 阿塔莫德娃又是打了一个底角 确实阿塔莫德娃在俄罗斯队也算是他的进攻核心 对 他的整个的进攻量是非常大的 对 对 特别进攻还是很实用 对 这给阿塔莫德娃 进攻已经28次成功了 因为当时是换发球的 所以你不能说拿了28分 孙岳 好串联 再来 这个主攻的体力消耗是大 对 要连续跳 又有篮网 又有进攻 好漂亮 这是阿塔莫娜轮到后排了 所以这个队击鼓来了 对 机会 孙岳 对方三人篮网已经并齐了 好球 快 上去就打 节奏配得真好 其实这种球对于篮网人来讲 如果你猫准了很好篮 猫不准的情况下 就是你想篮到球的这种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好球 孙岳的发球 孙岳的发球 机会 踩来 李酽 漂亮 好 你看给我们的主攻球 我们二传传的气质上都比较开网 但是呢 我们主攻不是很高 所以你开网的面就比较大 能看到篮网手 没打着哦 这样中女排14比12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 赛点 好球 几乎是贴着压的鞭鞭鞭鞭在罚 再来 漂亮 15比12 女排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 连下三局 拿下了这场半决赛的胜利 进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女排的决赛 这场比赛真的不容易啊 嗯 他坦白梦华 输了 李酽 李酽这场比赛打得真好 阿塔莫奈娃 李酽 阿塔莫奈娃确实离冠军 无数次离冠军 非常非常近 一步之遥 就我觉得俄罗斯队 他还是整体没有到那个活 嗯 虽然阿塔莫奈娃个人比较优秀 但是我觉得这支队伍的 从以前到现在的 就是俄罗斯队 都是整体还差那么一些 凝聚力我觉得还是不够 一直二传是个问题 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二传 嗯 那虽然攻守都是比较突出 对 但是就这个串联上 还有这个细腻的环节上 因为排球它不是一个个体 它是需要一环一环的 嗯 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是要一个整体的力量 中国女排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做的好的一点 就是你看他的串联上 嗯 每一环每一环扣得都很紧凑 嗯 我们所说的这个无球意识 就是我在没有球的这个状态下 我的这个站位啊 我的这个意识跟得都非常紧 对 而且串联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嗯 比赛后三局应该说俄罗斯有点被打崩了 嗯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机会 对 嗯 第二局第三局比较明显 但第四局 我觉得他们还是稍稍缓过来一点 对 但是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到后面 你没有拿下这场比赛的主要原因 还是在这个细小的这种细微的环节上 对 这是 对 我们是 你们是 完了 variations 孙月跟李燕 这个打对角真的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其实大家在场上都是互相支撑 互相支撑 互相鼓励 互相弥补 最后的技术统计的情况 女排的防守确实是一个大亮点 进攻的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然后发球直接得分也有四分 其实真的这个赛制之下 发球直接得分是很关键的 他这种比赛 就是拿球权 然后得分的比赛是比较累的 对 失误上也是俄罗斯会更多一些 发球失误15个 其实防守起球这一块差了很多 差了30个顶 多起30个球是什么概念 尤其是拿这个球权 你的防守反击的这种拿分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了 12比15 15比5 15比8 15比12 这位女排最后3比1拿下了这场半决赛的胜利 其实这一届的女排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她在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的时候成绩是第七名 所以她这个时候能进入到奥运会的决赛 非常是不容易的 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拿到亚军 然后98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第二 就是那个时代呢 古巴的绝对实力确实强很多 他不像现在这个时代 各支强队我觉得起伏性还是很大的 所以你有机会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古巴撑天下之后 他们在我们在这个第二名的这个位置上 已经是拼得非常不错了 整个的90年代一直到2000年 古巴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看了这场96年的半决赛 其实大家都知道96年拿了亚军 但是真正你看这场半决赛才知道 这场半决赛有多不容易 对对 其实我回顾了这场比赛之后 对我感触的最深的一点 就是又学习到了老女排前辈的 这些姐姐们的这种技术的掌握 确实是非常的细腻 因为刚才咱们俩也讲到了 就是排球它不是一个单校 它还是需要一个整体 那么在你自己拥有很细腻的技术的情况下 整体的配合也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女排 不仅每一个队员的这种 自我的技术的掌握的细腻程度 那么整合在一起之后 我们看整体的配合也非常好 整个队伍的串联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那么腾讯体育在7月为大家推出的黄金时代 重温奥运经典赛事 最后的7天都会为大家带来女排的比赛 明天将会是1996年亚特兰达奥运会女排的决赛 由中国来对战古巴的比赛 然后7月27日11点 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2004年亚点奥运会女排的半决赛 7月28号是2004年亚点奥运会女排的决赛 29号到31号我们会来看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的四分之一决赛 半决赛和决赛三场 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比赛 同时呢也会连线张纳杨浩和魏秋月 都是这个世界冠军队伍的成员 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这个比赛的情况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 黄金时代奥运经典赛的比赛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